近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策划推出的电视中国剧场项目《巴尔萨克剧场》在哈萨克斯坦落地开播。 开播仪式在新疆自贸区霍尔果斯片区举行。 这也是新疆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间首个影视文化交流项目。 从2023年12月起,首批山河新疆九集纪录片及《无所畏惧》《好事成双》等五部中国优秀视听节目将通过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电视台推出的《巴尔萨克剧场》和其新媒体平台与哈萨克斯坦观众见面。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电视台副总裁巴扎尔别克·阿特格耶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希望能够与中国媒体一道加强合作,共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与中方一道,把巴尔萨克剧场打造成为精品栏目,成为中哈文化交流互建的重要平台。 我们之间,一直在经常,有所在经常不容忍哦,成为了一些財严可以学习头、 在中央设计时,有所在相同的內容为了一些功能。 我们要看下来的状况,就是 μα众和经浪作 2012年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的 鲍尔萨克TV哈萨克语互动点播平台上线 是新疆较早成功运作的少数民族语言点播平台 据场名字源自哈萨克传统美食鲍尔萨克 寓意为精神食粮 通过固定时段常态化播出 进一步讲述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以文化人 以意通心 搭建两国观众沟通互动的平台 促进中哈两国民心相通 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与传承创新 我们通过新疆的这种语言逸配的这种优势 我们的哈萨克语啊 包括土耳其语 接尔吉斯语啊 我们都可以完成这样的逸配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中国的好的影视剧和纪录片 包括将来一些网剧 我们传播到中亚各地 电视中国剧场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策划推出的影视内容产品 海外传播品牌项目 通过中外媒体开展合作传播 推动中国优秀逸配节目 在海外电视台及新媒体平台实现常态化播出 目前已经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